中韩双方决定将于清明街前交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4月3日韩方将向中方移交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23日上午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在北京就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交接事宜进行了磋商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根据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 韩方将于2019年4月3日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及相关遗物 双方将于4月1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链仪式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本著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 从2014年至2018年已连续5年成功交接589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 2018年3月26日 第五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海装链仪式举行 连续5年中方接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回家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69年前志愿军复巢首战打响 197653名志愿军战士牺牲 他们中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枪口的黄继光 有宁愿烈火烧身 也不为反纪律的邱绍云 还有更多更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接回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 始终牵动住中国人民的心 2014年3月28日 搭载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的专机 降落在沈良陶仙国际机场 以兵护送志愿军烈士一海观果上 林车富康美援朝烈士陵远 437具烈士一海被安放在烈士陵远 2015年3月21日 第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归国 在沈良抗美援朝烈士陵远 下沉是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 68代的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 安葬一时隆重举行 军地各界近400名代表 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发炮弹下来 一个班的战友都牺牲了 十年81岁的志愿军老兵邹继良 特意赶来送烈士们最后一程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我们曾并肩作战 保家卫国 不管认识不认识 都是战友 都是亲人 2016年3月31日 中韩双方在韩国人穿国际机场 庄严举行第三批36聚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交接一室 他们终于回家了 十年8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 碧春之眼含热泪 这是他第二次到这里送别战友 我当年是志愿军后勤医院的一名护士 今天看见战友的关国 就像看见亲人一样 眼泪止不住啊 2017年3月22日 韩方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 共28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及相关遗物 2018年3月28日 中韩双方在仁川国际机场 对2017年发掘确认的20位志愿军烈士的一海进行了交接 致敬最可爱的人 本期策划 王世斌张晓辉 本期编审 欧灿胡君华